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连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洋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李安安居 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访问香港澳门的时候 和中共中央香港澳门工作委员会 也就是中联办的官员会面 洛会表示 没有再报准的核定行程 引发关注跟争议 必须要进一步说明 至于韩国瑜在访问深尊的时候 则是和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刘解一会面 中国大陆对于接待 韩国瑜的安排有哪些立场表态 另外我们要来关心 中国大陆通过外商投资法 并没有纳入台商 在投资规定及相关权益保障 是否会另定新的办法呢 另外还有延长谈判时程的美中贸易磋商 这两天在北京展开 有哪些进展或者是焦点 向一提我们今天节目中 连线访问庄涉助北京记者邱国强 带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欢迎 国强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国强 有关高雄市长韩国瑜 访问中国大陆 在台湾相当关注 那么事实上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出访中国大陆之前 他曾经允诺此行会遵照陆委会的相关规定 不过呢 这一次呢 前往香港跟澳门访问的时候 是跟中联办的官员会面 而陆委会方面是表示 并没有在当时报准核定行程 不过现行法令并没有规定 不得和中国大陆官员会面 但是如果触及政治协议 就会触法 可能会开罚了 那么昨天韩国瑜市长回到高雄 对于外界质疑 他卖台 他说市长哪有权卖台 事情被无限放大 非常无聊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在之前是表示 跟中联办官员会面试 敏感的政治行为 不过为什么会引发政治疑虑 或许呢 我们听众朋友也很想知道 这中联办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 还有这个中国大陆接待安排 又释出哪些讯息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因为韩国瑜他的出发点 他会认为说他到了香港跟澳门 当地的官员如果接待他 他觉得只要不跟他们谈到政治方面的问题 他自己认为是OK 那实际上他们有没有触及政治问题呢 从公开的这个媒体报道上看 似乎是没有 只是说就是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 这个中联办这个单位 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单位呢 其实实际上它就是中国大陆 从以前英国跟葡萄牙 在统治香港跟澳门的时候 中共就在那边设置了联络处 其实就相当于它的代表处 只不过它当时是用新华社 香港分社跟澳门分社的这个名义在运作 实际上它等于就是中共在那边的代表 而且这个代表不管叫什么名字 它都还有另外一个中共内部挂牌的名字 一个叫做中共香港工委 工作的工 中共香港工委 一个叫中共澳门工委 那这个新华社这个名义 一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转移回中国 还有1999年澳门转移给中国之后呢 就改名字 就叫做这个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联络处 就简称中联办 所以香港有一个澳门有一个 那实际上它是代表中国官方在香港和澳门 运作的一个单位 而且因为这个异国两制之后 尤其是到了这几年 这个中国方面就越来越强调这个异国 而把这个两制偏废掉了 所以说这个中联办它扮演的角色就越来越像这个背后引武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呢 韩国瑜也许他自认他去这个中联办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没有主动想要触及这个制的这个意图 那从媒体的报道上看也确实是如此 但是就是说他进去中联办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其实给外界 尤其是在台湾还有香港那边就是隐身了不少的联想 因为在政治方面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主观的意愿 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有行为就说得一清二楚 如果说外界要对你进到这个中联办 做什么样的解读 其实不是韩国瑜自己能够控制的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韩国瑜在香港跟澳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有想到就是 他也许因为台湾的地方首长到香港澳门访问的时候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中联办的这个主任 但是他是第一位 他是第一位 但是这引申出来的这些效应 可能韩国瑜市长这边 他自己可能没有做很详尽的评估 或者是说他也许有做过了评估 但是他觉得他可以不在乎怎么样 但是这的确引发了这个不小的这个争议 就像说韩国瑜他去大陆 他见这个刘杰一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过去台湾的县市首长到这个中国大陆 见国台办组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就是中联办这个部分 坦白讲这是留下了一些这个话饼 目前还在这个台湾这边发酵 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大家可以来讨论的地方 是 国强那继续请教您刚刚谈到说 这次高雄市长韩国瑜呢 在中国大陆深圳访问的时候 有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 您怎么样观察大陆国台办 对于这个两岸城市交流 有什么样立场 在相关的接待安排方面 其实看得出来就是说 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因为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 民进党的立场当然不是这个中国方面所喜欢的 那所以说中国方面他自然是寻求 从这个蓝营执政的这个县市合作来寻求突破 那韩国瑜呢相较于其他国民党籍的 或者是说蓝营的这个县市首长呢 他在台湾享有这个很高的人气 那所以说呢 加上这个媒体的这个强烈关注 所以说这个中国方面自然是用很高的规格 来接待他 那这个从他的行程安排 还有对这个媒体采访的安排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 因为韩国瑜有一些主张就是说 大家知道他在竞选高雄市场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 人进的来或出的去嘛 那这些对象其实是指向的就是中国大陆 那所以说你如果要人能够进来或能够出去 那或能够出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人可以到高雄 那这个中国大陆见到这样的机会 当然也会想主动的对这个韩国瑜来示好 那双方这样子的这个立场 就是说在这方面 人跟或进出这方面的立场啊 一拍即合 那中国大陆再加上他自己的高人气 那中国大陆会给他高规格的接待 这是意料中事 但是呢 中国大陆其实他话也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城市交流一定要基于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 在这样的立场上面啊 来做城市交流 基本上这一点就排除掉了民进党籍的县市长 跟大陆做官方交流的这一个体会 是那么相关的我们再请教国强 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跟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两人的会谈 我们看到媒体有些报道 我不晓得在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是不是这个报道的角度 或这个解读讯息有别 就是谈到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强调说他自己强烈认同九二共识 对于这方面 中国大陆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报道 你所知道的情况是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 一向就是减对他自己有利 而且他自己需要的这个角度来做报道 所以韩国瑜他说他认同九二共识 这当然也是他身为国民党员 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全党的一个一致的一个立场 那中国大陆的媒体在解读上呢 当然他就是会朝这个韩国瑜认同九二共识 而且就是愿意跟中国大陆友好往来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解读 然后呢中国大陆不论是这个刘洁一还是国财办的发言人 以至于他的学者都会从这个两岸一家亲 然后甚至是两岸的民众是同文同种的同胞 这样子的这个角度来解读 是非常谢谢国强的观察跟说明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中央社助北京记者邱国强 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访问香港澳门 还有中国大陆的深圳以及厦门呢 此夕呢有哪些的关注焦点 而且引发哪些的议论 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说明 在下段节目中 我们将进行请国强来观察 中国大陆刚通过的新版外商投资法 还有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磋商 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我们节目稍微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附近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亲戚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点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州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放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G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 中央社助北京记者邱国强 那么继续呢 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财经方面的议题 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国强有连线 也探讨到有关中国大陆这次的两会 那么已经结束 在两会期间 人大审议通过这新版的外商投资法 不过呢 有关台商投资这个部分并没有纳入 那么我们也在关注 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配套 那么目前这方面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我们台商未来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规定 有新的办法规定出来吗 目前还没有新的办法规定出来 外商投资法 在3月15号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记者会上的时候 他已经讲了 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 台商在中国的这个投资呢 可以用这个外商投资法 不过呢 中国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安丰山啊 安丰山他在3月27号的这个记者会上 他的讲法又稍稍的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他说这个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首先适用的是原来行之有年的那个叫做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及其细则 如果这个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可以参照适用外商投资法 等其他法律和法规 这是这个安丰山所做的这个回答 因为中国大陆他有一个立场 他守得很严 就是说 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外商 他外商指的是这个外国的公司跟企业 港澳台的这个企业呢 他不能算作外资 如果算作外资的话就变成台独了嘛 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港澳台资的定位是叫做特殊内资 只不过在过去呢 在很多的做法上面 他们是视为外资 但是因为这个外商投资法呢 他明确的界定把这个港澳台排除在外 但是呢 因为港澳台之前已经享有了基本上是等同于外资这样子的一个待遇 所以未来他要怎么样来立法或者是说做出一些施行细则 或推出什么样的法规呢 目前其实他们还在严厉 但是其实他们也知道就是台资跟港资其实很在意 未来的这个权益上面 在投资还有这个商业运作的这个权益上面 会不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中国方面在制定未来的这些法规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会考量这个港商跟台商 他们的感受 当然实际上他最要考量的还是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这个台商跟港商目前对于这个外商投资法 跟这个相关的法律将来会怎么演变呢 其实都还是很关注的 未来发展我们持续来关注 好接下来请教国强 就是我们来观察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美国暂缓对中国大陆加征关税 而双方官员谈判将延长到4月 而这两天呢 他们双方在北京进行谈判 国强您的观察是否有些进展 或者是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呢 这个进展目前看起来 虽然说好像前一阵子 双方都提到说 好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进展 可是目前看起来 似乎不见得有那么样的一个乐观 因为目前有一些讯息 大概是在这一两个礼拜前后 慢慢释放出来 就是说中国方面的立场 似乎又有比较转趋强硬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如果说中国方面的这个态度 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的话 那么将来美中方面 是不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 我觉得就有可能需要再重新评估 然后美国方面也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说因为川普在国内面临的一个政治危机 就是所谓的通俄门 目前初步的结果是对川普有利的 但是川普明年11月又要面临自己的美国总统大选 那在这两种因素牵扯之下 美国对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态度 特别是说他的立场是要趋于强硬 还是说希望能够尽快的跟中国达成协议 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个拉扯的过程 那加上目前传出来说中国的这方面的立场 有比较趋于强硬的这个迹象 所以说综合起来看 双方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这一段时间 就能够谈出一个结果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保守 是 所以这一两天在北京所举行的 这个美洲贸易谈判 在未来的话 在华府还会继续展开下轮的谈判吗 这个要看他们这个结果 通常会不会举行下一轮或下两轮的谈判 通常会在上一轮或上两轮的谈判来决定 所以未来发展我们持续的来观察 今天我们节目中是访问到 庄社驻北京记者邱国强 针对三个议题 首先是高校市长韩国瑜这次访问 香港澳门还有厦门深圳 有哪些关注焦点 还有引发了哪些的争议 以及中国大陆通过外商投资法 并没有纳入台商 还有美中贸易磋商 这两天在北京展开 有哪些观察焦点 我们带来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国强接送访问 谢谢您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